因為他們為了蒙面可以避免被抓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立法 讓他們不可以逃避犯法的責任 否則香港的情況尤其是經濟更加惡劣 首先我們看到現在香港的暴力 我們看到很多新聞都報導暴力不斷升級 其實市民也有反映過希望政府 可以盡快加強執法力度 以達至止暴制亂的效果 我認為現在是一個非常合適的時間 行政長官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之下 有很大的權力 如果真的有緊急的情況 是可以拿出來用去平亂 揭指所有動亂 讓香港市民可以繼續安居樂而 不用活在惶恐之中 所以有關這個反蒙面規例 認為我們這個特區政府 應該要加快去執行 以及要嚴厲去執行 能夠停止這一次的一個暴動 所以特區政府現在這一刻 或這些網民規例 我覺得絕對支持也是符合 現在的局勢 你就會繼續安置在旁邊 和它在旁邊 都會有關的 沒有問題 我們會繼續安置在旁邊 我會繼續安置在旁邊 如果看,我們會繼續安置在旁邊 並且旁邊 我會繼續安置在旁邊 你會繼續安置在旁邊 你會繼續安置在旁邊 但旁邊 那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